这个境界就超越舍法界 那就是舍报状元图 这个华藏是皮诺摘纳佛的舍报图 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舍报图 不可思议 尤其是西方极乐世界 那是更不可思议 无法想象 所以叫男性之法了 为什么叫男性之法呢 西方极乐世界 凡胜同居图 不易舍报状元图 这是从来没听说过 这种情形是释放诸佛 插头都没有的 所以它特别的世界 释迦牟尼佛叫我们念佛 生这个世界 受访一切诸佛菩萨 也劝导我们念阿弥陀佛 生这个世界 为什么 它来得快 这叫待业往生 也就是说 你的分别执着没有 可以去 去到极乐世界呢 确实是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凡胜同居图 但是它那个凡胜同居图 就很特别 它凡胜同居图 跟那个舍报图没两样 不像摄放诸佛世界 这个祝福舍报图 跟它凡胜同居图 完全不一样 像我们现在这个情形一样 这个要信的 这不信就没办法了 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永远不退转 不但不退转 缘正三不退 这到哪里去找去 所以它那边成绩就快了 能在一生当中 王生极乐世界 就是凡胜同居图 下下平王生 都是不得了的成就 稀有无比的成就 那要怎样才能够 保证去得成呢 经论上讲得很明白 最重要的条件 是要发菩提心 一向专专业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专业阿弥陀佛 可是你不要忘记 前头有发菩提心 如果你要把前面这一句疏忽 只是一向专专业 只有一向专业 没有发菩提心 你还是去不了 这个道理不能不懂 经文字字句句 不可以有一个字的疏忽 以免耽误了这一生的大死 那么什么叫菩提心 这些年来 我讲的最简单 最明白 古人讲的那些 讲的是好 但是现在人不懂 看不懂 也听不懂 照古人讲的那个方法来讲 你很不容易体会 我把它变成最简单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这就是菩提心 真诚 是菩提心之体 清净 平等 正觉 是菩提心的自受用 就是身心 我把身心讲成三个 清净 清净 平等 正觉 你好懂 大悲心 我用慈悲 那是敌人 对一切众生 慈悲 对自己 要清净 平等 正确 提 是真诚 我这个讲法好懂 平常 生活 工作 厨师 待人 接物 你用这个 十个字 这十个字 就是发布的 生活 工作 厨师 待人 接物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求生 净土 我的生活 与求生 净土 相应 我的工作 与求生 净土 相应 我 厨师 待人 接物 样样 多余 求生 净土 相应 怎么 相应 我把我的心 统统 落实 在经教 原理原则当中 我做出来 做出来 对自己自受用 做出来 给别人看 他受用 这就是教化众生 这就是戒引众生 这就是自行化他 跟这一手机子 过土 众生 自地 细节 变法界 虚空界 一切诸佛的 司徒 通知土 忧誉土 舍暴土 激光土 统统见到了 他为什么加个次第呢 我们修行这个定功 因为前身不同 这就是次第 你越近越广 越近越大 随着你的功夫 究竟不可见 那个不可见 是完全滑烟境界 重重无尽 现在时间到了 这个后面 还有六手机 都是讲这种事情 今天我们就讲了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